不过战争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停火的迹象 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泽伦斯基他已经宣布说即将发动大反攻 不过为什么是选在这个时间点呢 而这次的反攻他有没有可能重创恶军 这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 今天我们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 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宏美兰老师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老师您好 紫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在跟老师请教之前 我们先从图表上面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这个新闻事件 从左手边您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泽伦斯基他宣布了说 乌克兰是确定会发动一场反攻 不过是什么时候呢 其实他没有给出很明确的时间点 那下面这个是乌克兰的国防部长 他也说我们反攻的准备工作即将完成了 所以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不管是在天后或者等等其他的状况 可以配合我们就会发动反攻 至于明确的时间点 目前就是还不清楚 不过乌军想要反攻 其实也有蛮多挑战 甚至说是困难 包括了中间您可以看到 他们可能是需要切断 俄军的这个补给线 那甚至要先摧毁弹药库等等的设施 才有办法进攻 因为往右这一边您可以看到 其实俄军他们在乌克兰的南部 已经有部署了一个很长的防线 他们在乌克兰南部的这个地方 从地图上您可以看到有一座小镇 叫这个波西洛 在这一边的附近 其实他们都已经有部署了相关的设施 包括了是有障碍物 有地雷阵 还有反战车的一些勾取等等 那这个地方是在南部 也比较靠近克里米亚半岛这个部分 所以说俄军这边 其实也是有做好准备的 那这个乌克兰如果要反攻的话 其实可能也不是想象中的这么容易 不过另一方面 俄军这边也是有他们的一些矛盾 包括了这个俄罗斯的拥兵集团 瓦格纳 他们其实在乌东是非常重要的战力 不过他们的首脑其实就抱怨 说这个普丁都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弹药 所以他们在战场上 其实也是非常的困难 所以说普丁虽然要利用这个瓦格纳 来帮他打仗 但是两个人之间也是有一些摩擦 也是有一些矛盾 所以接下来的战况会怎么发展 我们要请老师等一下来帮我们分析了 好 那首先老师想跟您请教就是说 大家很好奇为什么乌军 他是选在这个时间点 在五月或者说四月底的这个时间 要来发动这一次的反攻呢 好 那个乌克兰的这个大反攻 其实之前其实他们就有规划 是在春天要来进行 那因为这个是基于这个气候的关系 因为春天会逐渐回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从新闻里头也看到 就是说他们之前就已经在规划 这个春季大反攻 可是一直到现在其实时间上都还没确定 那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的武器 因为之前他们收到西方的武器的一个供应 但是已经消耗了 已经有一个情况了 那如果真正要进行大反攻 他势必一定要在等待更多的一个准备 所以这个部分现在的春季大反攻会有点 现在还不确定可以显现出来 就是西方的军备到位的情况是有比较延后的 那就像之前这个 不过俄国那边也已经获得了情思 就是说四月底他们目前他们的这个武器 西方的武器似乎已经到位的有差不多了 所以为什么前几天我们看到四月二十八号的时候 俄罗斯进行了一波的很大的攻击对乌克兰 所以这个部分为什么会选在这个点很重要 就显现出来就是气候的温暖 以及这个乌克兰在等待西方军备的一个补充的充足 对 是所以现在还是有点受制于就是西方军援的这个状况 如果说军备充足了 他们才能再进行下一步进攻 没错 是 那另外再来我们就是要看到 就是说这个战争其实也已经打了一年多了 那当然也要看西方这边军援的状况 乌军才能够决定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持续的下去 不过俄军这边我们刚看到 也是有自己的问题要协调 那大家就很好奇就是说 普丁他既然要仰赖瓦格纳去打仗的话 那为什么他不提供充足的弹药给他们 反而要造成这种有点内讧的情况呢 好 那因为瓦格纳集团毕竟他是佣兵 那俄罗斯他有他们自己国防部这边正规的军队 所以当然他要他的整个部署来讲 当然还是要以国防部正规军这边的一些规划 作为主要的一个主轴 那瓦格纳的佣兵这个部分 那你说奇怪 那为什么还是要依赖这些瓦格纳的佣兵 因为这里也凸显出来了 我们知道之前普京其实有发动内部的这个征集令 那引发了这个很多人民的往外逃 那所以这个显现出来就是说他在这个对外的这个战事上面 人力上面确实有不足 所以他要依赖这些瓦格纳的佣兵 那同时如果万一在战场上有一些什么比较不人道 或者是不合理的 他也可以把它归咎给这个瓦格纳集团 所以这个是一种两面的手法 而且也凸显出了他们内部人民对于这个部分 就是说已经影响到他们生活 要赴战场这部分是有质疑的 所以现在俄国很积极的在对内宣传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看西方一直提供乌克兰军武器 那这些武器呢 我们曾经在二次大战就面对过了 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塑造就说 他们现在面临的就是你看西方的军队部队武器都在来了 我们要同时再去面临一次所谓二次撒战的那种情况 所以这个部分是他们内部现在积极在 就是集结他们内部的这个团结的一个做法 是 好所以现在这个乌尔双方 还在持续的对抗当中 那么二方这一边呢 他们其实在南部地区 乌克兰的南部地区 他们是精心的部署 那大家也很好奇说 为什么是在南部地区呢 这边是有什么重要的据点 然后让这个乌尔双方都是 把这个南方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据点 大家知道乌尔这个地方是面临的这个黑海 然后还有克里米亚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舰队在这个地方 所以对乌克兰来讲 这个大家知道之前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 就是因为粮食没办法出去 而引发了这个国际的一些危机 所以这个乌南这个地方最重要就是它领海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交通要道 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一个 不论对俄罗斯或对乌克兰来讲 都是一个军事的重要的一个首要之地 是 所以说因为这个濒临黑海的关系 那很多粮食要从这边出去 所以说是一个不管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这边 都一定想要掌握到的一个地带 那至于乌军这一次的反攻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话 除了说取决于西方军援的状况 还有俄军他们这边自己的状况 那中国因素我们是不是也要考虑进去呢 没错因为之前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泽伦斯基恩习近平已经通上电话了 那所以这个表示这个中国对于这个乌俄的这个调停的部分 似乎感觉到是更加的积极 特别在于他之前习近平他促成了沙烏地阿拉伯 跟伊朗的这个和谈建交这个部分 那所以他等于在有这一个成效之后 对外宣传他们所谓的处合角色之外 那他现在又更积极的要做乌俄这个调人的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将来中国的怎么样在乌俄这个地方扮演一个角色 他能不能提供一些诱因让乌克兰愿意 现在乌克兰不太愿意回到谈判桌 他提供什么样的诱因让乌克兰愿意站上谈判桌 而这个诱因会不会影响到普清的一个战略布局 所以这个会增加很多变数出来的 是所以我们还要考量中国因素 那如果中国这边出手的话 俄罗斯这边的回应可能也会牵动影响整个战区 好 那我们刚才有跟老师请教到 就是关于说乌克兰的粮食是从黑海这边出口的部分 但是因为现在俄罗斯是切断了这个 从黑海出口粮食的重要的这个管道 那欧盟他就协调说 好 那我现在让你乌克兰的粮食 从中欧还有东欧五个国家从这边来出口 这五个国家是包含了有波兰 匈牙利 斯洛伐克等等 那出口的粮食有哪些 我们等一下跟老师请教 那再来就是说这一些粮食就是等于它改到 从陆路这边出口的话 对于全球的粮食供应啦 或者说经济物价会不会造成一些影响 好 乌克兰主要的出口的这个粮食里面 大众的就是玉米啦 小麦啦 这个葵花籽油啦 所以乌尔战争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就因为这些出口不顺畅而引发了全球的一波粮食的一个危机的问题 跟物价飙涨的问题 那所以这一次这个乌克兰的一些粮食 尤其是这些小麦啊这些 他们因为没办法从这个黑海这边出去 那就转到这个东欧中东欧那边出去 所以现在引发了中东欧那地方的内地市场的价格 就要受到一些冲击跟影响 所以为什么欧盟这次要介入 然后去协调这个地方的出口 但是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中东欧国家的 要协调乌克兰的这些东西粮食的出口的部分 它会它是不是能够设计 真的能够设计出来说 帮助乌克兰取得其他出口的管道 那所以如果它能够顺利的取得出口的管道 而不会再流入他们本地市场的话 那这才有可能真的不会再去冲击到本国的市场 那但是不管它是有没有办法成功的帮它运输出去 这都一定会比它直接从黑海出去要来的贵 因为它会多一个转运的一个成本 转口的一个运输成本 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粮食 可能还是会引发国际上 粮食可能又会再有一波涨幅 只是这个涨幅的高低 可能要取决于就是到时候这个转运的成本是怎么样 那另外还有刚刚我们有提到 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 因为中国其实中国的一带一路 它已经在 特别刚刚有提到匈牙利 也是在这个中东欧国里面 这次协商要帮这个乌克兰粮食出去的一个国家里头 那其中这个匈塞铁路 就匈牙利到塞尔维威亚的铁路 它有连接了到希腊的一个港口 那其中中国海运 就中国的国企 中国远洋海运 其实也有这个港口有67%的股权 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 其实可以用这个部分来帮忙 乌克兰把粮食运出去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讲到的 就是中国有没有可能 因此提供了一些乌克兰的诱因 那这也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诱因之一 我就帮你把粮食运出去 那所以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中国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琢磨的一个角色 那这个会造成了美国 欧盟还有俄罗斯 各方面对这个部分的一个角力 就会再重新出现 是 好 因为我们知道乌克兰是全球的粮仓之一 所以说不管是粮食问题 还是说战况 那接下来除了说取决于俄罗斯这边之外 还有西方的一些军援 也要看中国因素 我们要把中国的这些影响 可能也要考虑进去 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 老师 谢谢您 谢谢 各位晚安 哈喽 我是叶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 请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按赞 开启小铃铛 各位朋友本集长 import甘 并且您能复兽 这就是 以与屡 。